中文字幕提供 莊橋科輪莊有7、8、64吋危險物 巴爾的摩塔橋事故失蹤者全離難 聯邦政府修訂逐最強計方式 勒揭根州重啟廢氣核電站 4月10日移交國安部長彈劾案 移民局推出申請更新社安號服務 免費食品筆再算作非勞動收入 聚焦今日時事眾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馬英林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3月27日晚上 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 對拜爾的摩塔橋事故 做了更廣泛的調查 3月26日凌晨 一秀科貴歐倫 撞上拜爾的摩基佛朗西斯斯科特基 大橋一個橋等 都知大橋整體倒塌 當時正在橋上施工的車輛載入河水中 6名工人失蹤 已經有2人被批認死亡 根據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的官員披露 當日凌晨 拜爾的摩警方接到求救電話時 只有60秒的時間 撤斷橋上的交通 要上橋車輛緊急撤離 事發時 一名警察正在橋上巡邏 試圖叫建築工人趕快離開 這艘948英尺長的貨櫃船 由新加坡的Sink Energy Marine Group公司管理 該公司網站上的資訊顯示 當時船上有21名勝員和2名領航員 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主席 尖利弗霍曼迪稱 這艘船上56個貨櫃 是裝有膚色性二燃材料和電池 總創764噸其中一些已經被損壞 一種在油漆中使用的有害物質 已經洩漏去到帕塔普斯科河裏 霍曼迪說 6764噸危險材料大部分是膚色性二燃的 8級危險材料 其中包括離離子電池 其中一些集裝商被破壞了 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透露 3月26日凌晨令時39分左右 這艘船離開了拜爾的摩港碼頭 凌晨1點24分 警報開始響起顯示有些什麼不對勁 凌晨1點27分 領航員命令船員科哈茅 並且副轎拖船 報告相關部門該船失去了動力 正駛向大橋 近兩分鐘後 這艘巨大的貨櫃船 以每小時8公里的速度 撞倒了大橋 8名正在橋上填棟的建築工人 隨同駐大橋探塔部分 一起跌落了冰冷的河水中 兩個人很快被救出 其中一個人沒有受傷 另一個人接受治療後 很快就出院 霍曼迪指出這座橋本身就有斷裂的危險 令意味著如果一個構件發生故障 可能會導致部分或者整座橋倒塌 塔橋事故導致巴爾的摩港關閉 官員們還沒有公佈重新開放的時間表 3月27日聯邦運輸部長布泰吉格 對巴爾的摩港關閉表示擔憂 因為這個會嚴重影響當地經濟 他指出 有8,000個工作和該港口的活動直接相關 每日有1億多美元的貨物通過港口 巴爾的摩塔橋事故的6名失蹤者 日前已被推定已離難 3月27日馬里蘭州警察局長巴特勒披露 2名失蹤者遺體已被找到 巴特勒說潛水員找到了被困在車內的2名遇難者 遇難者當時被困在一架紅色皮卡中 這個車跌落到水下25英尺深的地方 巴爾蘭州警方已通知尼難者的家屬 遇難者是來自墨西哥的阿力康德羅 埃爾蘭德斯、富因特斯和來自危地馬拉的卡布里拉 塔橋事故現場的調查人員稱 升納車的掃描結果顯示 困在水下的車輛被運營土和當日早些 跌落的建築物爆裹著 由於屯橋不時跌落碎片和運營土 潛水員是水中作業很不安全 巴特勒說救援人員已用盡一切收索努力打鬧遇難者 潛水員已在3月27日下午4點左右停止收舊 警方稱大部分失蹤者都是在橋上施工的工人 事發時,這些工人正在橋上填補路面的坑洞 他們分別來自墨西哥、危地馬拉、薩爾華多和洪杜拉斯 巴特勒證實當日被發現死亡的兩名男子 都是建築公司工作 調查人員透過其中一個人的口袋裡的家屬 執照確認了他的身份 另一個人就是透過指紋被對被確認身份 3月28日聯邦行政管理和於宣泛公室 宣布了對族裔和族群基本選項的修訂結果 聯邦政府27年來首次改變了對族裔和族群的劃分方式 聯邦官員認為這個可以比較準確地統計出西於裔、中東和北非裔居民 美聯社的報導指出 這次修訂反映了社會態度和移民結構的變化 也都反映出人們在日益多樣化的社會中 看到自己得到社會認同的迫切願望 公民與人權領導會議組織人口普查與數據 公平高級主管阿南德自出 你不能低估這個對人們情感的影響 這是我們如何將自己視為一個社會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人們渴望自我認同 在數據得到反應 這個他們就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 根據這次修訂的結果 以前在表格上被單獨信聞的族裔和族群 將會聘合為一個問題 這個將會令到受調查者可以同時選擇多個類別 例如是非裔、美洲、印第安人和西語裔 研究發現當族裔問題被單獨提出的時候 大量西語裔的民眾不知道如何回答 因為他們認為族裔和族群是相似 他們經常選擇其他族裔或者不回答這個問題 事實上族裔通常以外表區分 而族裔就是通常以後天的文化形同離島區分 在族裔和族裔議題的選項中 將新增、中東和北非裏別 來自黎巴勒、伊朗、埃及和敘利亞等地的移民 先前被鼓勵勾損白人 但他們已經有了新選擇 2020年人口普查要求受調查者詳細說明自己的背景 結果顯示有350萬居民認為自己是中東和北非人 據介紹一系列新的變化還包括從聯邦表格中 刪除了Negro、夏日和Far East、遠東這兩個詞 以及majority、多數和minority少數這兩個詞 因為他們無法反映美國複雜的族裔和族裔多樣性 這些詞以下被廣泛認為帶有貶義 最新修訂還鼓勵在最基礎族裔和族裔之外 收集詳細的數據 例如人們在選擇非裔之後 可以進一步填寫海地人或牙埋家人 這些標準的改變是聯邦統計學家和官員 在過去兩年多內敲定的 但是隨著被歸類為白人的人數減少 這些修訂勢必會對選區重劃、民權法、衛生統計 甚至政治都有長期影響 最新變化將會反映在聯邦政府 發佈的數據收集、表格、調查 和十年一次的人口補查文件中 也將反映在州政府和私營部門的文件中 聯邦機構有18個月的時間提交一份計劃 說明他們將如何落實這些變化 拜登政府官員日前透露 聯邦政府將會提供15億美元的貸款 用於重啟墨西根州西南部一座核電廠 2022年HOTEC國際收購了發電能力 達到八百笑話的Palazzaris核電廠 並計劃要拆除它 但是在墨西根州和拜登政府的支持下 現在的重點已經轉變為在2025年底 之前重啟核電廠 墨西根州州長為特默稱 歷將是美國第一座重開的核電廠 但它仍然面臨著在外 包括檢查、測試和聯邦核管理委員會的批准 墨西根州前州長、現任聯邦能源部長 格蘭霍武說 核電是我們最大的單一無炭能源來源 直接支持全州10萬個就業崗位 並間接支持數十萬個就業崗位 Palazzaris核電廠 位於墨西根湖沿岸距離至架角 有兩個小時車程 墨西根州公用事業公司CMS Energy 從1971年起擁有該發電廠 直到2007年將它出售 給路易斯安那州公用事業公司Entergy 2022年該核電廠被關閉 Holtik國際稱 到現在為止 兩間電力供應廠已經長期 承惡從核電廠購買電力 Holtik總裁兼執行長新格表示 Palazzaris重新供電 將為數十萬家庭、企業和製造商 恢復安全全天候發電 不過重啟核電廠也遭到批評 一個將重啟核電廠作為殭屍反應爐的聯盟 要求聯邦核管會舉行停證會 Holtik發言人奧奧萊恩說 需要4-5個月的時間才能與政府拷定財務協議 這是我們必須償還的貸款 重新利用核能正在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包括美國災內 已經由34個國家承諾利用核能 來減少對花石燃料的依賴 在加州監管機構去年12月透露 該州的Diablo合谷發電廠可能運作去到2030年 而不是2025年以防止該州因為轉向災生能源而停電 曾炒策過世界各地核電廠的南加州大學工程學教授梅斯卡提說 國會、業界和國際上對核電機熱情愈來愈高 但重啟核電廠並不容易 梅斯卡提提到巴勒沙拉利核電廠時說 這個樣是管理委員會和HALTIC承擔責任和負擔 需要加倍努力以確保工廠足夠安全 並且所有安全措施都完毫無損 3月28日,國會眾議院議長約翰遜透露 眾議院將於4月10日向參議院提交 良行針對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的塔塔安 眾議院共和黨人指責馬約卡斯造成了 微脈邊境創紀錄的移民潮 還指控他沒有執行移民法 並向國會做虛假陳述 上個月,眾議院以微約多數贊成票 通過了彈劾他的提案 馬約卡斯辯稱他對微脈邊境局勢不負責有責任 問題在於國會未能通過 立即收復破裂的移民制度 3月28日,約翰遜和11名共和黨 彈劾經理之涵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表示 我為將於2024年4月10日參議院返回後 向你們提交正式通過的彈劾案 我們敦促你們盡快安排對這件事的審判 被眾議院批准彈劾的聯邦官員 還需要接受參議院的審判 以確定是否將他們免職 書物辦公室發表聲明回應說 參議員們將在接到彈劾案的第二天宣誓就任審判陪審團 不過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不太可能罷免馬約卡斯 目前眾議院和參議院仍處於兩個星期的休會期 3月28日美國移民局宣布 從4月1日開始提交N48入籍申請表格的申請人 可以選擇申請初次或更新社安號或社安卡 這樣無需要前往社會安全管理局辦公室 就可以更新其移民身份 移民局指出使用4月1日申辦N48表格申請入籍的非公民 可以在提交N48入籍申請社安號或換新卡 新公民不再需要前往社保局辦事處申請社安號或更新社安卡 或提供文件作為新美國公民身份證明 移民局稱如果需要社保局可能要求提供更多資訊 不過使用2019年9月11日版N48入籍申請人 將會無理的一個選項 新版本N48表格將於4月1日開始線上提交 申請人必須先建立一個移民局線上賬戶 才可以在線上提交該表格 該賬戶還可以提交其他表格、支付費用 以及在整個裁決過程中 最終任何待處理的移民申請的狀態 建立移民局線上賬戶無需任何費用 該賬戶提供多眾的功能 包括透過安全收件夾和移民局溝通 以及線上回覆保檢請求 聯網社會安全管理局日前發布了一項新規定 去將移除人們獲得特定福利的關鍵障礙 可能會令上乘千上萬的人收益 新規定適用於補充安全收入 即是每個月向殘疾而同 65歲或以上的成年人 收入和資源有限的盲殘 將成年人提供的財務補助 美國約有740萬人受惠於利亞項福利 根據利亞項在今年9月30日 新校的新規定 在福利資格計算中 食物將不再被計入實物顛養與負養 目前對補充安全收入受益人來說 以食物住所或兩者兼而有資的認識提供的支持 可能被選作非濃動收入 因此會減少他們獲得的補助金 甚至影響他們獲得福利的資格 2024年聯邦補充安全收入每月最高金額為943美元 呼付1415美元 必要人員472美元 所謂必要人員是指那些 和該福利受益者一起生活並提供護理的人員 要符合獲得利亞項福利的資格 受益人每月的工作收入 別墜低於1971美元 而且他們每個人的資產限額為2000美元以下 或每對夫婦至少3000美元 這個通常包括現金或其他可轉化為現金的資產 例如銀行存款、債券、放地產和股票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全部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和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946、冷靜